好 熊本熊又來了 我是熊本熊 熊本熊今天要來做蛋糕 我要做戚風蛋糕 然後呢 今天的重點就是 我要做蛋糕試試看 日本前景商店家糕戚風模 就這麼高 那做出來會比較漂亮 立體的 好 那我現在已經把材料給準備好了 我想要做的就是 這邊是巧克力的 這邊是原味的 巧克力 這邊應該算牛奶 因為我家有拿多牛奶的 好 那前面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這是戚風的做法 所以我們就先各自把 那個蛋黃麵糊的部分處理好 好 處理好 好 OK 來 這個來 蛋黃麵糊呢 你看我們介紹一個材料 這是前景商店它標準的做法 蛋黃四個 蛋黃四個 然後呢 跟糖 砂糖 砂糖是 呃 36克 可是我覺得可以少了 好 那你們自己 九月電影是怎樣 然後呢 就跟它拌在一起 那因為我沒有砂糖 所以我就用糖粉 其實是OK 只是說砂糖很容易結塊 你們可能自己要處理一下 然後就把它拌均勻 不用打發 不用打發 完全完全不用打發 清理處理 完全完全不用打發 然後這時候呢 再把沙拉油 36克加進來 沙拉油36克 我們要把它刮乾淨 用刮刀把它刮乾淨 不然材料很浪費 然後這只是少了這些 搞不好少蠻多的 比例就不對了 好 那蛋黃跟油其實還蠻好混合在一起的 因為蛋黃很多 反凝值 老師說的不是我做的 好 那這時候呢 混合之後呢 混合之後 這邊是蛋 混合之後我們再加粉 這邊的粉是有 低筋麵粉 九十六跟可可粉 還有奶粉 我有加了拖子的奶粉 拖子的奶粉 那為什麼加拖子 是 第一個我不喜歡全紙 又香又冷當然是沒有錯 可是脂肪量高的時候 其實它很容易讓消泡 可能也會影響到消泡啦 這是我覺得的 好 把它放旁邊 然後 我們把這個這邊 慢慢加進來 跟 其實這個拌的手法都可以啦 看人啦 然後每個人其實都不一樣 都okok 反正只要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就是把它拌勻 好 那我等一下呢 就各自把這個蛋黃麵糊的部分 好 那我等一下呢 準備好了 然後再用機器來 來打 那個蛋白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今天出現兩台機器 就是因為我 我會買一台新的機器 就是AO 瑞典來的AO AO攪拌機 好 這是新的 然後這次AO呢 很妙的一個地方是 它有出透明鋼 所以就剛好跟 K這個 就可以有的拼了 糟糕 這個蛋蛋 好 就把它均勻拌在一起 小心一點 因為粉都溢出來了 然後還有水 水這邊是 54克 54克 其實可以個別做啦 但是我想說 我想做那種 就是雙色的蛋糕 所以呢 我就各自 要弄了 巧克力的麵糊 跟 那個原味的 我們妹妹在玩明家 因為她超開心 今天禮拜五了 很開心很開心 奇怪 她也沒跟她上班 為什麼那麼開心 我也不懂 好沒關係 下 那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盆子這樣拿 會滑 你就放這裡 這樣比較好操作 好 就不會一直滑一直滑 好 烤箱已經預熱好了 好 好 這個就放這邊 就不要理她了 這個呢 就會有點浪費 剛剛有錯了 不要這麼做 懂嗎 不要用這個打蛋器 好 巧克力這邊的已經好了 我們就把它放著 放在這裡 不要動 然後呢 你可能就要再準備一個刮刀 因為齁 你要注意到 巧克力這邊會有顏色 所以呢 如果你用同一個刮刀 蛋糕還弄得去 那你的麵糊 那個 就不對了 好 一樣 重複剛剛的 雞蛋 蛋黃是四個 蛋黃四個 跟糖 糖是 前景的配方 糖是36克 好不好 糖是36克 好 糖是36克 就這樣子 然後 36克 再加入 砂油 36克 砂油 一直36克 小心 就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然後 低筋麵粉 慢慢混進來 剛一下混太快 其實就不容易 妹妹好開心喔 其實它真的很可愛 但是就是不要發脾氣 因為它體氣超大 這盆子全太修了 今天也有點膽 這台瑞典的AO鋼到貨 聽說是4月份剛到的這一批 然後它配的呢 就是透明的鋼 就很漂亮 其實我原本也不知道 然後剛剛我開箱的時候 哇賽 真的透明了耶 真的開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 我跟你講喔 我喜歡透明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看電視上那個 KA不是很漂亮嗎 它就是透明 因為示範就很清楚 那 老師老師 為什麼要很清楚 因為 我覺得 它如果是透明的 我就很容易觀察到 我們打的那個 那個情況 比如說你蛋白在打發 它的那個 情況是怎麼樣 它質地應該是怎麼樣 那你打發奶油的時候 它會是怎麼樣 顏色有沒有混均勻 你的材料有沒有混均勻的 那你比較在做觀察的時候 就會很方便 好 因為 我就說有時候 我們其實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 慢慢學習來的 那學習 你還要不斷的觀察 不斷的反覆 去try and error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 你自己能夠去歸納出來這些東西 啊比如說你每次在做 可能那個地方就是怎麼樣 那久了你就知道 啊 那樣子做就是不對 就是會失敗 就不要再做了 那我們就要去探查原因 為什麼會失敗 好 啊動作可能要快一點 登登 那這個配方其實就是前景它本身出那個 加高膜的時候 那所提供出來給大家的 所以呢你們可以照做 這個配方我做過幾次 我覺得都還不錯啦 還蠻大這種口味的 那至於糖量的部分就自己再做調整就對了 如果你覺得不夠甜你就再加 如果你覺得太甜你就再加 然後或者是說加一些其他調味的部分 好這個原味的 蛋黃糊也好了 油味的蛋黃糊也好了 油味的蛋黃糊也好了 然後 這個是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 會有很多顆粒 好 是 那這時候齁 我們就要開始 就是 我們用這兩台機器 我們用這兩台機器來幫我們打蛋白 來做一下PK 然後你們一定說 那還比較好啊 我跟你講 每一台都有自己的特色 欸 而且以他們來講的話 就是 呃 我先把材料放好 不然等一下我會 不會小心碰到他們 好 我們先把蛋白都放進去 妹妹太開心了 好 記得齁 我記得以前我有跟你們講過就是說 那個 這個 刮刀的部分 來 2 我習慣用白色 來放蛋白這個 就不會搞錯 好不好 那 這台是KA 5quarter的機器 是抬頭型的 有些人說抬頭很重 其實 因為它重心在這邊 所以抬頭很重 可是其實你只要習慣了 注意了 我倒覺得還OK 好 你就把蛋白放進去 這蛋白就是 幾顆的量 5顆的量 記得喔 剛剛今天早上我們跟我講說 奇怪耶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它做的那個 前頸 加高膜的戚風 按照那個配方 怎麼會 不夠高 不夠漂亮 沒有滿膜呢 有可能嗎 一定是你弄錯 好 果然 它看錯那個配方 就是 它蛋白的量 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 5顆 可是呢 它用4顆 蛋黃是4顆 然後它就看成是4顆 大家注意喔 其實 這一點很重要 好 放好之後呢 你看喔 這邊 這邊 這樣子 好 要開始囉 拍個照片 拍個照片 好 這時候 來 Ka部分 記得 弄下來之後 一定要鎖住 這邊 就不用 你這個鋼 只要固定好就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 用慢速的方式開始做 然後呢 這邊就是打開 打開它就慢速開始打 這邊是AO 這個是Ka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慢慢的你就要加速了 然後它重啟它有不夠 AO這台的右邊是轉速度 左邊是開啟 還有設定的時間 Ka這邊的速度在這邊有缺了 然後這個是固定 好 好 我們各自加速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這量是5顆蛋白的量量 牙台一起拍 真的很長 好 不要浪這塊 因為我糖要慢慢的加 那打 西風蛋糕的時候 糖怎麼弄 你知道嗎 糖就是在 有人會說 糖成都這樣炭 那一起泡了 就可以加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糖可以穩定蛋白的 那個 打花的情況 好 但是同時它也會準 然後它打花 所以呢 你們就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 知道嗎 特性之後呢 慢慢來抓 兩邊打花形化 好 慢慢加 我感覺我好麻麻 好 好 好 都不要太特別注意 這時候打的已經差不多快了 我已經很白了 就把糖再加進去拉 好 OK 這樣就好了 好 注意蛋白不會打到過頭 這之後呢 你一定要停下來 稍微看一下 停下來稍微看一下 它的狀態 這邊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你看 已經差不多了 這時候才有一分鐘而已 你看喔 這兩台機器都是一分鐘 蛋白就已經打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 好 你看 有沒有 這是AL打的 好 你看 透明蛋就很清楚 我已經知道它是什麼狀態 那這台KA呢 也是一分鐘 把它這種狀態 有沒有 兩個都差不多 好 這時候 我告訴你 你們都要想 一個是原味的巧克力 拿一個先拌 巧克力容易消泡 所以呢 我們就要先拌原味的 打好囉 那麻煩記得喔 就是說 欸 唉唷 小心 這個 蛋白打好之後 麻煩再用打蛋器 稍微再把它 靜止一下 用手持的打蛋器 然後再把它給稍微 靜止一下 讓它的整個泡泡 你看整個質地會比較漂亮 你看整個質地會比較漂亮 我覺得還不夠 不好意思 我讓它再加碼一下 妹妹已經 現在這樣不行了 今天比較先 好 OK 這邊 這邊放白的部分 開始 剛剛誤判了 好 不過你要注意這時候 你在打到UC泡泡了之後 其實時間 只要一點點就夠了 好 一點點的時間就夠了 千萬千萬不要碰頭 這很重要 好 好 已經硬性的泡泡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 翹翹的 是這樣 翹翹的部分 就是它有一個尖尖的 已經不是鳥嘴了 好 記得這個抬口麻煩把它鎖住 才不會亂動 然後等一下可能不小心 然後它頭就點一點搖晃 好 這時候 手持的部分把它均止過後呢 好 看到有沒有 均止過後 這邊也是 好 好 這個 盆把它拿下來 不好意思 跟它不太熟 嗯 直接拿就好了 好 來 這邊有準備一個盆 我們把它刮出來 其實它這個是 塑膠的材質 不是玻璃的 所以就比較好拿一些 我們把它刮出來 刮乾淨 那它中間有個走喔 所以有時候 走這個部分 有些人很喜歡 有些人很愛 那 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已經幫我們不少忙了 所以 我認為是都還可以接受啦 對 習慣了就OK了 每一台機器有它自己的特色 不可能有萬能的機器 所以呢 你要知道利用它的特性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機器就可以幫助到你 好 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 調整漂亮一點點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先 加過來 蛋白的部分加過來 好 然後蛋白的部分加過來 就慢慢這樣拌勻 從底下 從底下拌上來 從底下拌上來 底下拌上來 不用怕 妹妹太開心了 真的 她可能看到帥哥 我們家妹妹很澀喔 想要看到帥哥 看到帥哥就 哥哥哥哥 一直講一直講 她叫哥哥喜歡哥哥 可是對姐姐就比較沒有反應 好 這時候會拌的時候 你要注意看底下 黃黃的顏色有沒有 有些深色就代表還沒拌勻 然後我們就把它 擠下這樣拌下去 不要擠 好不好 不要擠 然後 好 再把它倒回來 倒到蛋白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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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緊張 第一次 其實我覺得有這種機器真的很方便 它打蛋白前後兩分鐘就好了 就包含你觀察那個狀態 比你手持啊 什麼的 才要方便 所以呢 你就 機器是幫助你的 機器不可能是萬人 所以只要你們好好的利用機器它 那 可以幫助你更有效率的來做事情 所以我剛剛花最多時間的其實是什麼 就是 準備材料 因為我要確認清楚說 欸材料怎麼放 所以每個 每個小盆子呢 就要 秤好 不要弄錯了 因為秤錯了之後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拌出來的麵糊就是長得不一樣 妹妹小聲一點點 你是看到帥著對不對 好 這邊拌好了 這就是原味的部分 我們已經拌好了 大概像這個程度 就放著 不要理它 然後呢 巧克力這一個 好 巧克力這一個 它比較會消泡對不對 那我們就注意一下 還有顆粒 好 好 我們趕快拌 拌勻 一樣拌勻 看得到嗎 一樣拌勻 這盆子太小了 拌勻均勻 混合在一起 那因為蛋白打發之後它比較輕 原本的蛋黃麵糊 巧克力麵糊這邊會比較重 所以呢 你就這樣輕輕輕輕輕的拌 從底下 一定要從底下喔 底下這樣挖起來 挖起來 你就會看仔細 底下有沒有這個顏色就比較深 OK拌勻之後呢 我們把它弄回去 這邊 有點緊張 這邊 上去 好 記得你在拌的時候真的你要仔細觀察一下 我一直講觀察 就是你要看 什麼時候到什麼程度了 然後 它的那個反應是怎麼樣 什麼樣是OK 如果發現 欸一直消泡一直消泡 怎麼消泡得起 它一直出煙泡泡 你的東西快不見了 要注意這個 我可能就是會注定失敗 好OK 有一點點消泡的情況了 很嚴重 好來 趕快 巧克力就這樣 趕快我們要把它入爐了 不過我們還是先拍個照片 好 巧克力呢 剛好它有個嘴 就把它倒進去 好 這邊也是倒進去 這邊也是倒進去 好 巧克力有點翻 好 挖刀把它拌一下 把它均勻一點 就這樣一層一層的跌上去 好 就可以折到你的消很快 其實它有一些不消泡的方法 就是 給它自己再去揣一下 好 好 大概像這樣子 已經差不多了 有點少 比我想像中還少 可能我有死 不知道 好OK 那這時候就轉一下 轉一下 好 稍微轉一下 就有那種大理石的紋路出來 這邊也是 好 那就這樣 OK 掰掰